这个连车座都挤不进去的男人叫贾斯丁 年轻27岁的他已经重达623斤 由于失控的体重 贾斯丁不能长时间站立走路 甚至呼吸困难 连睡觉都要带着呼吸机 每天早上他要长时间说服自己才能起床 每次去洗漱 贾斯丁都尽量不去看镜子 贾斯丁厌恶这样的自己 对自己身材的自卑让他拒绝社交 一日三三都靠外卖解决 他知道再这样下去 他自己可能活不过30岁 但还是控制不住 贾斯丁的诽谤史由来已久 4岁时母亲染上毒瘾 时不时就会消失不见 父亲终于忍受不了提出离婚 但是年幼的贾斯丁一起生活 但一年后父亲再婚 贾斯丁变成了家里多余的那个 大多数时间他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 这种自我封闭的日子没过多久 母亲重新回到了贾斯丁身边 每天吃着母亲精心烹饪的爱心餐 短短四周 贾斯丁就长胖了近30斤 好景不长 没过多久 母亲独饮复发 再一次不声不响地离开 巨大的孤独感袭来 食物成为贾斯丁唯一的安全感来源 18岁时他已经将近300斤 进入大学后 没人管束的贾斯丁更是放开了食 体重以每年45斤的速度持续增长 今年后 贾斯丁拖着500斤的身躯勉强毕业 肥胖蚕食着体力和精力 出门变成了一件天大的难事 幸运的是 他找到了一个不用出门的工作 网页设计师 这份工作给他带来了不菲的收入 使得他买下了现在居住的房子 但同时 由于长时间不出家门 贾斯丁的体重飞速增长 很快就到了545斤 他变得越来越焦虑 甚至患上了广场恐惧症 只要出现在公共场合 就会呼吸困难 在令人绝望的封闭生活中 家庭关爱是唯一能漏进阳光的缺口 父亲再次离婚后 搬到了另一个城市 贾斯丁一直和他保持着电话联络 母亲时不时上门探望 为儿子准备他喜欢的各种美食 贾斯丁依然像童言时那样 时刻期待母亲的到访 只有这时 他才有被爱被需要的感觉 希望母亲能多多陪伴自己 贾斯丁总是索要更多的食物 以此延长两人的相处时间 当母亲离开后 他又会陷入更大的孤独 只能用食物填满通通的内心 贾斯丁的生活进入恶性循环 直到身体不堪重负 感受到死亡的威胁 他才终于下定决心做出改变 决心减肥的贾斯丁 立马预约了著名医生 这趟求医之旅 却比想象的更加艰难 从机场到登机口 短短几百米的路程 贾斯丁走得气喘吁吁 双腿完全罢工 飞机降落后 母亲从机场进来加大轮椅 这才把他送上接驳车 母子俩精疲力尽 只想赶紧坐辆车去宾馆休息 可一年换了三辆 贾斯丁怎么都挤不进车座 最后只能换母亲开车 第二天一早 贾斯丁怀着忐忑的心情来到医院 两年没有升过体重 他已经长到623斤 医生告诉贾斯丁 如果再不减肥 他活不过30岁 那医生给了贾斯丁两个月时间 如果能顺利减重90斤 就为他进行切胃手术 得到确定的回复 贾斯丁还是积极配合减重 他保持一日三餐 只吃健康食物 同时每天去附近的健身房锻炼 短短两个月内 贾斯丁成功减重82斤 那医生批准了他的手术请求 为了更好的执行治疗计划 贾斯丁需要带上一个监护人 搬到休斯敦 母亲原本答应贾斯丁陪他一起去 可到了搬家的时候 又因负担不起 休斯敦高昂的物价 不能前往 贾斯丁失望至极 没办法 只能打电话给父亲 让他陪自己搬去休斯敦 父亲爽快答应 三个月后 已经做好准备的贾斯丁 和父亲启程去休斯敦 在这期间 他又成功减下80斤 终于可以去做手术了 手术进展非常地顺利 医生切掉贾斯丁90%的胃 他后续减重 将会轻松很多 不过 对于贾斯丁来说 情绪性暴食 才是肥黄的根源 如果不能解决心理问题 那腹胖是迟早的事 经过一段时间的术后休养 贾斯丁开始了心理治疗 听完他的讲述 医生一针见血的指数 和母亲的关系 是一切问题所在 过往被母亲的离开 一次次伤害时 贾斯丁往往选择自己消化情绪 他需要把真实想法 告诉母亲 沟通才能带来改变 医生的建议 给了贾斯丁很大启发 他决定回家一趟 和母亲开诚不公地 谈一谈心 重回家乡的路途中 一切都怀然一心 贾斯丁黯然坐在 经济墙的座位上 人群不再让他有 恐惧的窒息感 第一次看到手术后的儿子 母亲惊讶地睁大了双眼 虽然非常艰难 贾斯丁还是鼓起勇气 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中年时 母亲的反复消失 为他的人生 埋下了动荡不安的种子 这次 在他最需要陪伴的时刻 母亲却又一次缺席 贾斯丁对母亲非常失望 这一戏话 让母亲心如刀割 他承诺今后 不用实际行动 证明自己 成为更正直的母亲 这次咱话虽然不能瞬间消除 已经存在的裂痕 但压在贾斯丁心上的重担 还是轻敗了许多 两个月后 贾斯丁再次去复查 不出意外的又成功减下50斤 截止到今天 他已经成功减下265斤 又过了两个月 贾斯丁的身形 已经明显的小了一大圈 他现在依然严格控制一日三餐 每天出门跑步 偶尔也会被请去做演讲 用自己的减肥精力 去激励更多的人 说后第七个月 贾斯丁终于成功减到 230斤的标准体重 完美变身 微子脸 而这只是贾斯丁 全新生活的开始 进度之外 贾斯丁依然保持着健康的生活习惯 现在的他经常和朋友见面 也增加了许多新奇的人生体验 用贾斯丁自己的话来说 他的人生已经脱胎换骨 不再被困于沉重的身躯 贾斯丁终将驰骋在他梦想的天空 我是拉环 关注人家一拉罐 带你看更多不一样的人生百态